台北股市一萬八大動盪 我們上個月部署的電子股 在今天來講的話 一直在找獲利下車的機會 你呢 歡迎收看股市招邀鏡 我是陳俊仁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 有再度的寫下歷史的新紀錄 18,018點 比前波高點多了10點 還是一樣快閃 今天來講我相信全市場 大家都討論的是什麼 航運鋼鐵怎麼辦 尤其航運股貨櫃三窮全倒 全部打入跌停 這是我在6月底 Light直接放送的不公開影片 重點 重點的圖卡第三個 第三個重點 我相信就是說你有看過這一段影片 你一定會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電子股你要懂得在大家不看好 電子的資金比重 拉不上來 被那個航運股拉著走的時候來講的話 你要敢去買 我在6月底 6月27號我相信就是說 所有在我Light這一邊 所有的朋友 你只要有看到我傳送給你的這個影片連結 你就會知道景氣循環股 我影片的重點圖卡就直接告訴你 航運鋼鐵 另外還有一個造紙 你不要追買 不要追漲 因為現在是什麼 當時候6月底是第二季的季底 現在7月 是什麼第三季的季初 這個是什麼 我在影片內容我強調 什麼樣的理由 什麼樣的原因 那是過往的習性 你操作股票你不曉得 景氣循環股的習性 市場在喊那個目標價的時候 很多人追上去 我不是要約餘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貨櫃三雄 你把股價追在200塊以上的 你是不是追在第二季的季底 第三季的季初 這一段影片來講的話 我在Light這一邊重複不斷不斷的分享 你點進去看 你都可以看得到2021年6月27號 不公開的影片 因為我唯一 只有什麼 在我Light這一邊 加入我Light的朋友 我才會直接傳送給你 你只要願意花點心思 因為我在禮拜六禮拜天假日期間 我就是分享這一段的影片出去 所以這邊來講 你要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電子股的重要性 為什麼我會在 上個禮拜開始不斷的告訴大家 電子的拉貨潮 我特製的影片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拿到 你手中我十字之印在操作的朋友 你一定要拿到 原因就是在這 因為行情這短短的 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不到兩個禮拜 它完完全全讓你看到盤面上 豬羊變色 類股的表現 就跟你在上個月的印象完全不同了 你反而回想起來 上個月大家還在熱炒的時候 大家看到 哇那個 貨櫃三雄 哪一檔股票 哪一檔股票 把人調高目標價 外資喊在目標價在什麼地方 那個是你的賣點 加入我Light 小老鼠 Goldrich 55688 小老鼠 GORI CH 55688 包含了 或者是直接掃描QR Code 我希望就是說我每一天 盤前的提醒 包含了我在Light這一邊不定期的 關鍵時刻 我會直接放送的資訊跟影片 你只要留在Light 一定對你有幫助 航運股對 我在5月份6月份的時候 我聊到 確實我對於航運股這一波來講的話 我看走遠沒有太看好它 所以沒有在那個逢低部署 壓縮整理的時候去部署 我就不帶會員去追 但是關鍵的時刻來講的話 我也做好了提醒了 我的會員並不會因為沒有買到 航運股就完全賺不到錢 上個禮拜到現在來講 你會發現電子股的表現 它並不會讓你 那個沒有買航運沒有買鋼鐵 就完全賺不到錢 甚至電子股的表現比鋼鐵 賺的錢還多 今天來講的話盤中很多朋友問 老師航運股怎麼看 我上禮拜有針對航運股聊到 雖然還不至於形成空投格局 但這邊來講的話大動盪 你必須你去追高 你習慣去追買 你就必須去承擔 我相信5月8號這個新聞 我在5月份 我在6月份 我不斷的提醒大家 我直接在節目上講 市場上用融資去追買的 很多啊 當然5月初來講的話 有一段航運股連續跌停 後面來講的話一段的漲幅 但你想想看 你任何的股票你只要用追買的 哪怕是1月份的台積電 那麼好的股票你只要用融資 你活得到現在嗎沒有 你融資追在620追在650的台積電來講的話 你現在早就歪歪了 不可能到現在了 你哪拿的資金可以撐 相同的航運股後面有一段的漲幅 5月初你用融資去追航運股的 你早就被斷頭了 怎麼會等到後面那麼一大段的漲幅 相對的 你不了解這一邊來講的話 整個景氣循環股 你追在第二季的季底跟第三季的季初 用融資去買 我不想講的太難聽 但是這一邊來講我每一天的 盤前的提醒每一天不到8點 我都有特別去跟大家去聊到大盤 甚至點到融資維持率 它是要被沖洗的 40%的清洗空間 會在17000點之上 反覆來沖洗 今天早上來講的話 我盤前分析的提醒來講的話還是有 7點44分 我還是不斷的 跟所有你願意留在我的light這一邊 願意去看 用點心思去閱讀一下 我所告訴大家現在行情的重點是什麼 畫面左下角 小小鼠go rich55688 小小鼠go rich55688 我的light每一天早上 8點 我都會傳送我盤前分析 所放送的連結 你只要願意去看 這個沖洗融資來講的話 你會不知道嗎 我甚至剛剛那個light所傳送的影片 我用特製影片我告訴你什麼理由不能追 你如果做到來講 我相信你現在就不會有煩惱 你甚至會知道就是我盤前分析來講的話 大半個月的時間我提醒你 有哪些股票在輪動 哪一檔一檔的衝出來 什麼股票是領頭羊 什麼股票接在後面 你到今天來講的話你發現 你如果夠用心的朋友 裡面只剩下一檔還沒有衝出去 其他的這個一個多月的時間 你只要去看的話 仔細去觀察一檔一檔往上衝 這樣只剩下一檔 還沒有噴 畫面左下角 我的light ID 小小鼠golerich55688 小小鼠golerich55688 拜託不要漏到這些重要的資訊 那可以幫助你的 上個禮拜我兩天的節目 兩集的節目 我就告訴大家 資金的大餅兩邊來分吃 所以你簡單想要賺大錢 聰明去卡位電子股 因為領頭羊出去 後面有第二波有第三波 昨天我的節目上 你大家有記得典範的重播帶 我就有聊到典範是第幾波 電子股單兵作戰沒有像以前一樣 五六成的那個資金比重 所以很容易抓 你只要看到相同族群 沒有噴的 你敢買 不要滿腦子就是 市場都要討論那一個 哇運價大漲 目標價提升 目標價拉高 我講白一點 你融資去部署一下電磁股 你現在都根本沒有這些問題 當然我不鼓勵你用融資 但這個概念來講我上個禮拜花了兩集 行情最後面就是用結果來驗證 九陽二號 第二根的漲停板 今天來講的話我要在節目上 開始跟大家來分享九陽二號 因為第二根的漲停了嗎 我最基本的會員來講都已經享受到第二根的漲停板了 這是我帶會員以來第一次發現我的會員裡面有高手 我已經聊到上個禮拜五已經強調 我不只一次跟大家去談 九陽二號 我已經帶會員買進 上個禮拜五我節目上公開的那個訊息 我已經告訴大家它是最後一波買進 九陽二號從這個禮拜開始拉漲停板 今天禮拜二它是第二根了 這個對話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經在節目上答應所有人 我說我會公開這個對話 6月17號 一檔的股票 要鎖漲停直接噴出去之前 我通常至少一個禮拜前 甚至半個月之前我就鎖定它在觀察它 6月17號當時候來講的話 我一個會員下午的時間 3點53分 他在Lite這邊留言 老師請教一下以九陽的走勢 有一檔的股票是否可以套用 我看到我嚇一跳 因為他留言的時間來講的話 3點53分下午 對 我後面忙完準備要錄影了 準備錄影的資訊來講 後面我發現我看到 我延後去錄影了 然後我就回答 我只能低調的跟你說 這一檔 他提到這一檔恐怕 是我的口袋名單 而且最妙的是讓我非常驚訝 我會 當然可以發現喔 我不常把這種對話公開在節目上的喔 可是我為什麼要做 因為這一位會員 真的是我代會員以來來講的話 第一個真的會讓我驚訝的人 我 當天晚上喔 我這邊來講 我有直接告訴他 齁 我今天節目才準備要講九陽2號而已 6月17號 剛剛有跟他 我跟大家 談公開的是 6月17號我跟他之間的對話 Light 8的對話 大家你可以去看 待會我把6月17號 我在節目上暗示大家 九陽2號或是哪一檔 我把重播帶放出來 但我這邊先把這一個 齁 精彩的對話我 我 公開的 我公開的應該說 對於這位會員來講的話 我再度的給你一個什麼 表達一個致敬好不好 因為真的是我代會員來 第一次遇到 哇 高手在民間 讓我就 我已經鎖定的股票 而且是我還沒有開始要代會員買 那時候來講的話 那一檔股票還是壓縮整理要死不活的 可是 這位會員他已經看到這檔股票 而且在我內心 我當天晚上節目就已經要講九陽2號 那當然啦 他有去鎖定他的線型怎麼樣子的 後面來講我再放大 高手在民間 給你大力按讚 我直接告訴他會員訊息會買這一檔 當然啦 那個當事人來講的話 不能公開他的那個姓名 因為個資法 那個不能去那個 所以 那個 我這邊告訴大家 一檔的股票飆出去之前來講的話 我兩個禮拜前 一段時間以前來講 我就開始鎖定這檔股票了 我來做的準備是什麼 股票停歷 哪一些的股票來講的話出場之後 哪一個會員等級 陸續的去安排他們進場 現在我直接告訴大家 6月17號 我在節目上 其實有把九陽2號是哪一檔股票 我重複的再提醒 當時候市場聊的是生計股 當時候市場關心的是高端疫苗 你現在自己去看一下高端疫苗的股價 還有對比一下 當時候我在節目上怎麼講的 來 從不帶 跟我有緣的 你自然 就有錢賺 我不跟他談疫苗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國家要安定 因為我的專業 只能幫著 跟我有緣分的朋友 在股票市場來賺錢 所以你高端疫苗怎麼樣的 我能幫的是什麼 也許九陽2號可以幫助你 高端疫苗 也許你可以買更多的九陽2號 國家要安定 所以我不談疫苗的事情 我承認 我生計股現在來講的話 我過往都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那你這一邊Light想要跟我聊高端疫苗的 我只能跟你說去年天國議會的案例 後面也是一波的逃命給你 前面連續鎖掌停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意識到去年天國議會 也是因為一個解盲的議題 哇 生計大會之類的 那是叫 讓你平安收回自己 你如果還沒有察覺 我怎麼缺了遺憾 大家你可以去YouTube去找 6月17號的片段 我直接在節目上公開 而且是我是針對高端疫苗這檔股票在談 我相信就是說 經過了這一段的時間來講的話 來 這是6547高端疫苗的線圖 那我相信就是說 這一邊來講的話 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 市場上面 疫苗是怎麼一個狀態了 當時候高端疫苗在這裡 我節目上我已經談到了 那個跟去年生計股天國議會一樣 解盲是那個利多 是他的什麼逃命 沒有逃命的話 越套越深 我不想要 我不是要詛咒 我不是要揶揄 而是我早在 6月17號的節目 就已經提醒了 當時候你如果信我 把高端疫苗做逃命 對很多的那個網友來講說 他高端疫苗這邊要認賠嗎 什麼的 對我已經提醒你了 九陽2號你如果有換股 你根本躲過這一波的破敵 包含什麼樣 九陽2號這個禮拜 兩根漲平凡上去的 高端疫苗的股價可以換多少的九陽2號 我剛剛重播大家的畫面 我已經提醒你這件事情 回到我身上 可惜啦 就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我只能說緣分啦 真的是緣分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九陽2號 再度攻上漲停 我也是告訴我會員 報好 我們找尋停利機會 那這邊來講的話 兩根漲停板出現了 20%的獲利了 我覺得 我的不管是哪個等級的會員 應該可以的 我可以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把重播帶放出來 把我之前告訴大家 欸我的會員裡面 有高手藏在 暗藏在裡面 我跟他之間的對話 我真的 再一次表達 向他會員的 表達致敬 因為我帶會員以來 第一次發現有這樣的人 喔 上個禮拜五 我節目畫面 我相信你大概會用 YouTube頻道去找 我都已經告訴大家 這是九陽2號 最後的買點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上 已經重複講到 九陽2號會員已經進場了 我的會員開始在進場了 我會員已經在進場了 最後一波九陽2號進場 就是上禮拜五 講白一點 所以這邊來講 你要知道就是說 就要是在選股 我在找尋賺錢的機會來講的話 我是有放心思的 我不是隨隨便便說 哇那個股票拉起來了 漲停板了 我再帶會員去用試駕做 我不幹這種事 我已經講白了 我節目上有聊到 我會叫會員務必買進的 一定有我的原因 加魯Light 小老鼠GORICH 55688 小老鼠GORICH 55688 如果你已經猜到 九陽2號是哪一檔股票 電子股嗎 九陽2號 IC設計的輪動 我那個都已經講過 九陽是IC設計嗎 你已經猜到的朋友們 歡迎你在Light這一邊 跟居老師回 你覺得是哪一檔 因為我在剛剛已經把對話公開了 有人 當然啦 後面來講的話 那個我的會員有看到 我那個務必買進 或者是那個 重複的請他們進場 有會員已經說 老師九陽2號是哪一檔 我後面來講的話 我也會公開那個會員跟會員之間的對話 但我的重點是什麼 一檔股票後面有沒有機會 我前面一個禮拜前面半個月我就已經鎖定他了 這一次的九陽2號 是真實 我帶會員來第一次 發現我的會員裡面有高手 所以我要特別在節目上表達致敬 我要聊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 一檔股票衝出去 要噴出去之前 你如果願意花時間去觀察 或者是有專門的人士告訴你 哪一些股票後面有機會 讓你先進場去卡好位 你就不用跟一般的投資人一樣 看到電視媒體報什麼股票 網路上大家要談論什麼股票 然後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去追 我不想說夜路走多會遇到股 因為這一波的行情來講 你只要知道 景氣循環股 不能追在第二季的季底跟第三季的季出 就這麼簡單一個習性 可是市場上很多專業人士 他根本不曉得這個道理 這只是很簡單的習性而已 根本跟什麼運價 根本跟那個拜登要不要出手 根本跟那個整個航運股 這一邊來講的話 法人有沒有買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一個習性 你不覺得莫名其妙 前面拜登不管 那莫名其妙這一邊 航運股那個籌碼還看得好好的 忽然之間 他只是一個市場上面一個循環而已 所以賺錢的機會在於什麼 不管是怎麼樣類股的股票 當然 航運股來講你提前部署到了 那個錢是你該賺的 但是你如果因為全市場 那個都在討論 法人提高目標價然後你就盲目去追 那可能你就要去承擔 相對比較高的風險 你被套到你用融資追 你就必須該承擔 股市就是如此 你如果把他當賭場 我承擔一下 那一台比較好好的 那可能就是你 你那個當下那個想法出來 你自己就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告訴自己 承不住 你要承擔 如果扎扎實實實戰的操作 你一定要知道什麼 賺錢的關鍵是在於提前部署 買進的時機 不是拉起來了 漲停板了 全市場要討論了 全市場媒體新聞都一直在聚焦了 你要你去用追 就賭說最後面 是不是那個最後一隻老鼠 我不想提到就是說 這邊來講的話 那個1月份去追台積電的 或者是 連8顆追在1000塊的 我不想去談到這種 好像別人的傷還是怎麼樣 我知道那也是投資人的心痛 但是你沒有發現嗎 每一個時期每一個行情的循環裡面 總是會有人去追那個最高的 那些股票不好嗎 沒有不好 是你操作你的心態觀念沒有改 就好是一直在節目上 一直不斷的在傳達這個觀念給所有的人 但我知道 願意聽得下去的人不多 所以這是市場 茂達 我相信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在6月份節目上不只一次講 我在節目上也公開過這一檔股票 我帶我的貨員買在什麼樣的價位 今天來講的話 他已經這個波段來講 第4根的漲停板了 191.5 我必須談 一檔的股票啊 你買在這裡 跟追在 漲停板後面 或者是你看到行情拉起來的時候 要去追看 拼他是漲停板 那個差很遠你知道嗎 你買在壓縮整理 你買在這個 我必須聊到 我這邊來講的話 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買在最低點 那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有買在最低點 那也只是剛好巧合 但你要知道操作股票買在這個壓縮整理 然後抱著他噴出去 跟看到他噴出去再去追 差很遠 差很多 機會命運那差很遠 賺了錢也差很多 今天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早上 我不曉得 我的LINE這邊沒有人反應 沒有人留言給我 茂達在早上急拉的時候來講的話 有沒有人試價去 然後就是要拼有沒有漲停板 好鎖住了 你以為安全的 全市場上面因為航運股的賣壓湧現出來 好漲停打開了 你是不是套在一個高檔 你是不是套在188 189 190塊 191 我以茂達來講 因為但 這一檔茂達來講的話 我們什麼壓縮整理地方買的 6月份的時候 當然啦 那個時候來講 我在節目上談這一檔茂達的時候 來講的話 你對比航運股 我看不上眼 因為大部分的我知道 市場上面資金非常明顯 市價要追也要去追航運股 茂達給你多少的機會 你不要說你的資金分一半 撥一點在裡面 三分之一好不好 不然一成的資金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每一次 拉漲停板之後 然後陸陸續續的 我的菁英會員裡面來講的話 一張兩張這樣賣 今天來講漲停板191.5 我的菁英會員這一檔茂達 已經收回來 50萬的現金了 你知道 我知道 你可以說老師 航運股那個 上個月我如果這樣追 50萬要賺 不難耶 但我們穩定操作 我們從上個月到現在 我們沒有那一種 連續跌停這樣子的問題 我沒有追在最高點 然後看了股票打下來的問題 沒有耶 我的菁英會員買這一檔股票 我節目上是公開的耶 當時候我在節目上公開 網友有猜到這一檔耶 IC設計 是不是茂達 我在節目上公開 跟他之間的對話 盛群 一樣 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波段下來 已經是三根的 第三根的漲停板了 127塊半 你如果看到他瓦吉拉的 你追到120塊以上 真的 後面來講你怎麼辦 這檔股票我在節目上早就已經公開了 昨天開始 衝到110塊以上的漲停板 我就是什麼 帶我VIP會員 因為這檔股票我在節目上講過 VIP電話清貸 鎖定的股票 這檔我菁英會員沒有 昨天跟今天這一檔股票 我的電話清貸會員 他有資金 我昨天我的節目上已經聊過了 上個禮拜我就已經公開點名這一檔盛群了 我的這一檔股票會員沒有買在90塊以上 你知道 這一檔股票昨天跟今天這樣子 逢高漲停板 賣漲停板 掛漲停板賣 我的VIP清貸會員已經有人收回他一期的會費了 你知道 操作有那麼難嗎 一定要追那個航運股嗎 追鋼鐵股嗎 所以 這兩天的行情我心裡其實就感受其實 蠻深深刻的 因為我知道就太多的投資人 因為市場的氛圍來講去追航運股 但我不是講航運股不好還是怎麼樣 實際時間點的問題嗎 你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穩定的選擇 相對安定穩定後面來講的話 只是等他噴出去你賣漲停板的選擇嗎 可是太多人 但我不想要批評同業還是說我們同事 不管 我沒有追航運股 我知道上個月來講你追航運股 你這一段時間來講的話看到航運股 拉起來你帶會員去試駕去追 會費很好收啦 我講白一點就這樣子啦 但我就是不做 因為我知道 會員把會費交給我 我如果帶他們去當 去衝 死的是誰 一定是他們 盛群 這個過段三根的掌平板 第三根的掌平板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要想的是什麼 茂達跟盛群 我們獲利了結 逢高的 一定齁 現在來講的話 茂達跟盛群 我等最後一波的 全數的獲利出清 所以你千萬不要看我的節目去追盛群跟茂達 拜託 因為你看我的節目去追盛群跟茂達 跟你在7月份去追航運股沒有什麼兩樣 我相信啦 這種已經拉漲停板的股票 你Google一下都知道他有什麼樣的利多 盛群來講的話 我在5月底的時候來講的話 節目上就已經提醒了 被挫殺的股票嘛 那我做的是什麼 也許是市場上面來講的話 比較不受歡迎的 比較不好收匯費的 我承認這是事實 但是我有我的堅持 我不帶我的會員去那個 我不要說賭場 我不帶我會員市場去追那一種熱門股票 我要堅持帶我會員 壓縮整理的時候逢低部署 然後看著股票一檔一檔拉起來 我帶他們賣在漲領板 這是我堅持 這個是我齁 最近一個齁 其中一個電話清貸的會員 我們昨天 這昨天的對話訊息 盛群拉漲停板的時候 老師我怎麼沒有跟到 我要說那是舊會員的股票 有一檔股票昨天已經公開漲停板 華東上週不是有代理賣 我跟他談 盛群是清貸會員 舊的清貸會員 已經比他早加入了會員的股票 因為你要買盛群那90塊 以下來講的話 你是當然不會是這個月的會員 不會是上個月的會員 我就告訴他你第一次跟我談的時候 如果不要想那麼多 盛群你也會有 買在100塊以下跟100塊以上差很多好嗎 買在100塊以上的話 拉漲停板 因為110塊以上鎖漲停 我們就是要一張一張兩張三張一張逢高賣 幸好我如果跟他聊到 這是緣分 所以你這一段時間來講的話 有跟我電話通話過的 然後老師我再想一下 我在評估什麼的 我都笑笑不管是要問老公問老婆 問家人什麼 與家人商量那個我都笑笑的 這一位會員來講的話 他以後進九陽二號 我當然有打馬賽克這個就是九陽二號 我剛才聊到 你如果猜得到九陽二號是哪一檔 歡迎你在我like這邊留言給我 我會給你拍拍手 至少你不會是那一種盲目去追股票 盲目去看哪邊有漲停板 然後那個世價去追的 至少你不是這樣的人 我昨天就已經告訴他了 等到這一檔九陽二號噴出去 我在節目上公開 我也告訴他幸好你有即時辦好手續 不管你全部都錯過 因為當時候來講的話 典範 已經是幾根漲停板的股票了 昨天來講我就告訴他 典範已經拉上去了 幸好你還有那個九陽二號你有買到 華東你也有進場 上個禮拜五號趕上最後一波 辦好手續最後一波 否則全部都錯過 回到我身上 我為了 我希望我把這個對話公開出來 第一個 我在節目上跟他談的 一定是怎麼樣 真實發生的 因為只有我會員才會知道 我跟他們之間真實的對話 我電話清帶會員電話聊過的人 一定知道我跟你怎麼講的 我就是原本 我不會為了要收匯費來講 那個哪個強的 哪個怎麼樣的 待會有人試下去盲目去追 套在最高 我相信 這一邊來講有很多的股票 今天你也看得到台積電大漲了 你也看得到 台積電概念股萬論攻漲停的 但也有人問我 老師 萬論前一波你賣在剛好今天這個位置 也是漲停板 你怎麼來看 台積電概念股 也許後面有機會 但是你有沒有追在台積電概念股 其他台積電概念股 股票追在最高 這個波段最高 然後一路殺下來 一檔股票 一張賠7萬 10張賠70萬的 你有沒有 我每一次看到這一些 網友給我的訊息 我真的心好痛 怎麼會市場上有人這樣操作的 所以我下定決心 我要堅持我要做的事情 點半 今天創新高 30塊2 我不希望你看我的節目去買 30塊以上的點半好不好 千萬不要幹這種事好不好 答應我好不好 因為我如果看到這樣的資訊 我真的會心裡面很難過 我看到這樣有人 老師我的股 什麼股票追在什麼地方 因為今天台積電概念股 起來嘛對不對 有那個台積電大漲 圍到600塊 萬論所漲停 剛好你是我忠實觀眾 你就知道萬論我前一波賺一倍 賺超過一倍 我賣在什麼位置 剛好就是今天 漲平反那個位置 所以忠實觀眾會有人跟我聊 對啊 很可惜 我反而也 也知道了 有人買台積電概念股 這樣追到最高 然後這一波就像下來 一張股票賠7萬 10張70萬這樣再賠 所以我特別鄭重婦女 我已經公開的典範 你不要追買在30塊以上 我已經公開的滑東 你不要 今天漲停板 明天來講還沒鎖漲停 你不要去試駕追好不好 如果我知道看我節目的朋友們 是在做這樣的事 我真的會很心痛 因為這一段的影片我上個禮拜 7月5號 錄製完畢 我把這段影片放大 你看過這段影片的人都知道 YouTube影片來講 顯示一個不公開的 上個禮拜 我開始開放索取 但我比較希望的是 我已經聊過 你真實資金操作是100萬以上的 我們給你 因為最重要我們希望 我會員已經部署股票 他籌碼不要凌亂 典範 華東都已經起來了 他至少已經賺可以賺20%了 兩成以上 跑不掉了 我保證我會員的權益 但我希望這邊你看我的節目 公開不是要你去追 尤其你手中我資金也去追那個 太可惜了 甚至我不希望你資金少的人去用融資 那我會很心痛 股票市場來講的話悲劇很多 我不希望大家你看我的節目 然後去做這樣的事情 加入我Lite 畫面上QR Code掃描 或者是小老鼠go rich55688 我希望下一波 我在Lite這一邊分享的資訊 重點的影片 你一定要留在裡面 我希望就是說行情到現在 大盤不管怎麼樣 我每一天的盤錢訊息都已經聊到了 真的大盤的看法我已經聊到了 今天來講的話 大盤開高走低下來 你去看外資買還是賣 有需要去解讀這個嗎 我希望 對於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已經不斷的強調 大盤現在沒有空投格局的條件 我已經強調好多次了 所以你現在只要思考的是什麼 什麼股票你提前部署買進 後面可以在資金輪動的過程當中 看著它往上噴 這個才是你賺錢的操作 讓我來帶領你 讓我在這一邊幫助你把資金 不管你前面套到什麼股票 我幫你一檔一檔的把它換掉 反敗為勝 我最近不斷的在幫助投資人做這件事情 我的新會員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的股票居然是追在最高 但我心痛之餘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我的同業 會為了收費費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那個看了他們套在追在什麼位置 真的很心痛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務必要這種認知 實驗關係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以上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